记者陈丽严综合报道,有南韩国民妈妈之称的女星金海叔,在改编自官府裁判的电影《她们的故事》,饰演将过去悲痛深埋在心中的慰安福奶奶。 演戏经验丰富的她更因入戏太深,一度得了忧郁症。 尤其她在片中必须呈现像哭淡不能哭的演技,让她心有七七焉表示,在我四十多年的演艺生涯当中,这个角色是我遇到最大的挑战。 她们的故事由知名导演敏奎东指导,集结金喜爱,瑞秀珍,文淑等多位实力派女演员共同主演。 金海叔在片中饰演和儿子相依为命,过筑艰苦生活的慰安福奶奶,偶然得知有人成立了慰安福被害人申诉中心,才终于鼓起勇气,说出多年来深埋在心中的痛苦过去,并以证人身份参与官司。 状告日本政府,完美权势为安福奶奶从羞于启齿,到重获勇气的情感转变,再度展现无可取代的感人演技。 金海叔在她们的故事中的角色隐忍又坚毅,经历过为安福的极大痛苦,许多时候像哭已经哭不出来,这也让她在拍摄法庭戏时,因为太过入戏,当导演喊卡之后,让她强忍的泪水终于溃滴。 当场悲痛暴哭,甚至在杀青后都难以抽离,甚至因此罹患犹豫症,金海叔回忆当时的心情,我在拍法庭戏前真的很痛苦,也非常害怕。 我透过演技诠释过各式各样的痛苦,但不能哭的演技,这回还是第一次。 那时真的很难过,拍摄结束后,我甚至没办法从椅子上站起来。 因为哭得太厉害了,我是第一次感受到这样的痛苦,而且我越演越感受肉体和精神上的痛苦。 她接著表示,我认为,他们的故事既是历史,也是过去的伤痛,亦是现在进行式的事件,但这并非一部企图透过揭发昔日伤痛,来刺激人们情感的电影。 我觉得这是一个机会,透过历史事实让大众得知,官府裁判确实存在,以及魏安妇被害的真相。 该片将于27日在台上映,金海叔在电影他们的故事饰演魏安妇奶奶,一度因入戏太深得了忧郁症,采唱提供。